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 以前在行南曾经有做过一次 那很长一段时间的起码十几年 那无奈呢 我们的小编呢 就是一直说这道菜他念念不忘 所以希望我再做一次 所以我就今天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它的菜名叫做梅干菜俘乳拉面 它其实很有趣的是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讨论所谓的腌制品 那我们那时候的腌制品就是有梅干菜 有俘乳有豆酱有阴冬瓜 然后还有这个猪肉 所以当时我就把这几个 组装起来做了一个拉面 葱 漂亮的葱把它放在旁边 那接下来我们要先做一个汤底 这个汤底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好 这边 腌冬瓜进来 豆酱 它会是一个什么 它会是一个配色 就是一个基本的 所以你给它味道加重都没关系 因为你不太需要全部都加 然后豆腐乳进来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有点像是味噌 你想 腌冬瓜的甜 再加上豆酱跟豆腐 它所呈现出来的味道 你就可以想到 待会那个汤底里面加进去 它味道会多好 好 这边是基本配备 我们先把它打成好 好 那边已经好了之后 我们这边开始要做另外一个就是 梅干菜来炒这个咸猪肉 那因为梅干菜呢 有点像福菜吧 在这个日本有一个叫做高菜 就是他们所谓的高菜 有点类似 所以梅干菜拿来做这个 汤底是再好不过了 那我们这边也就是 准备了大概三大匙的梅干菜 把它切一切 再是咸猪肉 你可以买熟的 也可以买现在我们今天拿到是生的 皮的话可能会咬不太动 先把它去掉好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梅干扣肉的 那个梅干扣肉 那就很简单 你连炒都不用炒 梅干扣肉的酱丝放进来也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肉放进来 这边就要炒出那个猪油香 因为它是骨花肉 所以我没有放那个油进去 因为最后我们会再放香油进来 因为如果说你喜欢吃那个韩国的 日本的臀骨拉面 你就会知道说他们的那个白汤上面 而且会点一点那个香油 会很香 或者你喜欢吃辣的话 你可以在我刚刚那个酱里面 撒一点什么豆瓣酱进去 或是韩国辣酱进去也可以 我们常跟人家 之前有跟人家分享过那个 味噌猪肉 豆皮味噌猪肉锅 那一道菜很妙喔 到现在都还有人剖 所以还有在做 甚至有一个歌手跟我说 他已经煮了十几次了 已经变他的拿手菜了 没有关系 不要跟大家说你跟我学的 就说你自己独创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边把它炒到香气出来 因为我们在吃任何的湯品 你都希望它不是只有单纯 只是把东西放进去 你希望它有香气 那这个香气从哪里来 你就要看你手头上现在有什么 那今天比较明显的香气来源 会是从什么 咸猪肉跟梅干菜来 所以这两个要藉由炒 让它的味道出来之后 再把它做成汤 这样它就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锅香味 好像那个下水汤 一定要炒过 或者是那个炸腿走 顶边做 旁边淋一下 那一定要有香气 里面有香气就是面团 对不对 这个炒出来 这个恰旁恰旁这个 这个永远就是它香气的来源 好 梅干菜可以进来 梅干菜要稍微炒一下 不然因为梅干菜是腌制的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去炒它 会有一个炒炒的味道 经过炒过之后 它香气就会 什么最准 纹最准 好 现在就可以把汤放进去 现在锅子是很热 让它去熬 这个时候的肉味 你当然希望它熬出来 变成好的肉汤 但是梅干菜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你要它会熬到什么 它那个梅干菜开了 软了 它才会味道出来 稍微花一点时间 好 现在梅干菜 松了 跟刚刚你看整个井在一起都不一样 它已经松了 你看 打成像味噌这样 把火关小 它所呈现出来的 不是只是味噌那一路 因为它有樱冬瓜 它也有什么 它也有那个 那个 豆腐乳 所以它会有一个 带点 香气中 又带点微微的酸 豆酱呢 呈现有点像味噌的感觉 火锅 这个时候用小火慢慢去煮它 好 再来就是煮面 盐巴不用客气 因为你总不希望说你煮出来的面 它少了一个味道 有时候我们在喝这个汤 觉得汤刚刚好 面放进去之后 它觉得怎么这么淡 所以你才会再加盐 但你要记住 你刚喝的汤就是刚好 那这种人会在哪边 就是这个地方你没有加盐 没有加盐 面没有味道的时候 你喝汤就觉得没有味道 你再加盐 但你要记住刚刚已经好了 你如果这时候再加盐 你就那吸收不够高了 来 面进来 现在这边 对不对 把它转到最小火 然后牛奶进来 应该大家觉得很神奇 但你煮一次你不会后悔的 好 就是这味儿啦 我们这小编都笑了 好 面煮好了 咕溜咕溜 接下来把它倒过来 有没有听到那个哇一声 有没有那种小编说 冒出来的声音 它音音起碳 已经讲了那么久的 面终于在它面前 要重新诞生了 好 然后白芝麻上来 葱花不要客气 香油 会让你整个面 变得又有重点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我称它为台式拉面 但是它这个豆腐的香气 豆酱的香气 跟这个殷冬瓜 它所呈现出来 还有梅干菜跟咸酥肉 你不会死亡 它这碗面呢 我觉得汤头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对牛奶就是有 比如说会炸肚子的话 你可以加那个无糖豆酱也可以 牛奶但是它油脂感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吃面 然后再来就是吃面 刚刚一度好吃到以为自己在路过的料理院 我觉得这样安安静整吃一碗面其实 也不晓得是因为 年纪还是不可以 最近觉得 吃山珍海文还不如扎扎实地吃一碗面 但当然那碗面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那不见得一定要很丰盛 就是你嘴巴口味道的那碗面 不管它是麻将面或是汤面或是什么都好 但是很舒服的吃一碗面 它是让你觉得会嘴巴薄 然后肚子也薄 这碗面大家可以吃吃看